我大概成功很多次 你家你有跟別人住嗎 沒有 我有一個人 我可以去你家聊天嗎 好啊 來啊 然後 一樣不只是聊天吧 當然不只聊天 但總有個瞑目嘛 對不對 你是玩那種不放頭像的 沒有 男生都要放 男生必須 男生都要放 你是放你真實頭像 我放真實頭像 而且我放這 放這下嗎 蛤 沒有 分三張 對 分三格 我要三次才好 我怕只能放到這邊啦 沒有 就是分三格嘛 對 而且我放我的頭像 我還常常被私訊先 就女生主動來跟我聊天 第一句話就是說 你為什麼要 你為什麼要冒充維銘格 假裝是維銘格 對 我說 我也想冒充劉德華 我就沒辦法 我就是陳維銘嘛 怎麼辦 可是放你真實的頭像 是好事還壞事 有好有壞 好就是他會 就立刻就吸引到他 因為他就會覺得 你要模仿一個明星 你也模仿那種帥的嘛 沒錯 你怎麼搞陳維銘呢 所以他會 因為這樣子一個機緣 他會願意來主動跟你聊天 我覺得 所以他友好友好 所以你成功幾次 然後就是有 交到朋友 我大概成功很多次 哦 很多次是有很多段交往嗎 是說就變你女朋友嗎 對對對 而且網路 我覺得網路跟實際認識 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就是 我們通常 真實的生活裡面認識 你可能要隔好久 好久 比方說我認識他 我可能要隔好久 他才會到我家 或是我到他家 到底啦 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網路很快 為什麼 約呢這樣 對網路很快 但是網路很快 並不代表說他只想跟你那個 他是 懶得 懶得前面那些程序 什麼 送花認識 什麼不要來這一套了 大家直接來 會在網路上的人 就是想要節省時間就對了 對 節省時間 快速 可能第二天見面 你就說要不要來我家吃飯 對 而且很多時候 不是你問他要不要來你家吃飯 是他 比方說在那邊玩 比方說他在那邊玩一玩說 你在哪 我有在家 你家 你有跟別人住嗎 沒有我一個人 我可以去你家聊天嗎 好啊 來啊 哦呦 一樣不只是聊天吧 當然不只聊天 但是總有個瞑目嘛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該不會 每一任女友都是靠交友軟體吧 也沒有 也沒有 這 你 你會玩交友軟體的 我覺得啦 你真實生活中也不會放過機會 欸 那你現在 但你現在還是沒有女友 我現在還是沒有女友 因為 你知道網路交友軟體 就很快就一翻兩對眼 就是你 碰面個幾次 他就會決定要不要跟你交往 那你就不認真 超快 你就不能坐在這裡啊 素食素食 你就是在約泡的那一群人裡面 沒有沒有 誰約泡 你是不是跟他已經就是 發生關係之後 你就想說其實也差不多就 對 不不不 很多時候是女生他覺得 他跟 他不想要跟你這樣的人交往 然後跟你有過幾次 或是碰過幾次面 就不聯絡 完蛋 你這樣是負面教材耶 不是啊 你又不是每次都 你是講什麼 但因為我跟妳講 那有哪一次是真的 純交友沒有 你剛剛講你朋友 今天一年交往成功對不對 我有過十幾年的 以前還沒交友軟體 你騙人 不是 就是 怎麼沒有 以前還有交友軟體 對 還沒有 上網查一下 奇摩交友 比友 你是比友 你是比友對不對 不是 比友 你像你 你朋友剛剛的交往經驗 其實交往經驗是這樣 就是比方說我跟欣怡聊天 的同時 我也在跟菲比聊天 就已經很脫條線 不一定是同一個moment 但是可能 一段時間 不是 你看你有沒有約到 比方說我約到欣怡的 我可能就沒有在 跟那些人聯絡 大概就這樣